现在的米莱菩萨告诉我们讲得更清楚一点 这一段 就是我们是中反一切讲到 你们那一本 一切是得论270吧 是不是 370 370 这个 现在他的翻译 370这一页 净律在 他翻译净律 就是传动 为四净律 四个代表 一 出传动 从立身 有诚 有识 整理 就立 古代的翻译 古代的翻译 周末洛斯法师 那个时候的翻译 立身 喜乐 简单 简单 明了 清清楚楚 选庄法师的翻译 也简单明了 清清楚楚 又加了 又加了一点 又加了一点 既然 出彩中 立身 没有用 没有用 许诺两个字了 有神 有识 出彩 就是说 你正坐在那里 还在寻找呢 有没有打到 定的正开 那么有神 有识 这个寻找 我 用现代化 比方 等于你哪一个 电线的插头 插头在那里啊 诶 试一试 不对 没有插上 这里 这里 有识 有识 动 一下插上了 这个是 有识 有识 那么 从真实的翻译 我们大家 有些青年同学们 你们都听过了 礼生 喜乐 出彩 都会讲了 我们现在 恳切的 真实的 很踏实的讨论一下 不管你念佛也好 打坐 还有没有打坐 都没有关系 你初步的收养 到达了 礼生 喜乐的正开 有没有 假设没有 我们也 求道 说福 或者正如福门 坏的话 你没有得到 福法的享受啊 所以自己的 反复的思想 情绪 生生都改变不了 只要达到 出产的正开 之一 身心 身体 整个的肉体 包括里头的气脉 包括精神思想 乃至贺盛 咒风 都会改变 自然会改变 出产正开 你注意 礼仪 为什么加一个礼仪生息了 脱离 原来就有的习惯 脱离原来就有的习惯 同时 有精神 给肉体的作用 慢慢收养到最高去 有脱离自干 有脆脱自干 换句话说 精神 身体有生化的正干 就生化了 那么有利益 有脱离自干 而生出来什么呢 喜乐 不要随便看喜乐 你看就懂了 都用脑增强 喜 心理的状况 心理每一天 最苦的环境 最脏的地方 最不如意的事 嘿嘿 自然会喜欢的 没有事 米莱菩萨 这个像一样 每天咧个嘴都在笑着 打你一个 你手痛了吗 对不起 不要把你手痛了 骂你 什么样 原来 都笑 都笑 不要生气 就会这样 这是比方 要脱离自干 生出来 生理 心理都在转化 理生 喜 心正都在喜悦 正开了 怒 生理感觉的状态 你看我们一个人活着每一天 自己很健康的呢 你走到自己有快乐吗 不见得 不是这里头难过 就是那里眼睛不对 这不是羊齿痛 就是两个腿盘走了 腿有麻 有酸 说打住 铲定 很弱 盘腿 我的妈妈 好苦 我一点弱都没有 理生喜乐 我只有真生受苦啊 也得了出产的一部分了 两个腿盘到叫我坐在那里 半腿不动 没有得理生喜乐 都是谢生受罪 对不对 这一定都得了的啊 就没有打到出产 有脱离自干 喜乐 怒的状态 我发现 请不吝点赞